大家好,歡迎收看下午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請來Arnold和我們聊Arnold 你好,我是子彤 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566問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出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的Bitcher.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也有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讚好和分享這條影片 有問題可以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和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跌340點 最新增2萬3840點 國企指數跌144點 最新增9,691點 大市成交772億 市今天表現一般 穿了24,000之後 跌幅再擴大一點 跌超過大1% 暫時來說 市本身是23,500至24,500 那些水平區間上落 現在跌到23,500 是否都是看23,500 是一個比較好的支持位 會不會跌穿個橫行區間 暫時你在消息層面上 我覺得又未至於 沒有什麼明確的消息 會覺得未來的市場 會很暴躁 要再穿這個橫行區間 所以你還是有個可能性 就是繼續上水落落 放鬆方向 留意好淡那一方面 經常都說 你要知道現在好是炒些什麼 壞是壞些什麼 那方面都是說 疫情帶來的那些負面影響 可能有機會逐漸見到頂 我們不期待一下子 經濟報復式反彈 V型 最好樂觀點有個U型 其實市場這方面 都是早於半熟 已經沒有人會覺得 會有個V型 但是經濟應該 有機會見底 就是這個好友 或者看好最主要原因 另外中間就是 加上一些無限量寬 各國環球 央行貨幣政策 現在市場的流動性 的確是OK的 你不會擔心 三月份會有些倒閉潮 或者說 會擔心有些 自己斷裂的狀況 所以你說市場 暫時來說 在好的方面就是看這幾樣東西 但是不好的方面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疫情其實還是很麻煩的 例如香港斷了藍 你說有些南韓的地方 好像爆發第二波即將在那裡 你說歐美那方面 你重啟經濟活檔 雖然就志在必行 但是大家都覺得 失業率可能會繼續升上去 不過短暫性而已 你又未至於足以肯定地 經濟未來 一定一淡死水 所以就算看淡 你又說沒有一些很足夠的原因 是再跌下去 留意今天說市場又由高位回落下 你說聯儲局的言論上 都說他們對於經濟展望 看得很負面 但是亦都說到貨幣政策 就應該不會再放寬的了 所以這個就令到市場又回落下來 但是很老實說 之前說2萬3千5 2萬4千5 中間位2萬4千 現在只不過剛剛落到的中間位 多一百多二百點左右 其實就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方向在那裡 你說其實今天的跌幅相對地 已經叫做比較少的了 昨天你沒猜到跌5、8點 原因大家都知道 不過是因為騰訊分業職 相對地有個支持在那裡 但是你看到騰訊今天高學院之後 都沒有力了 我想主要就是現在的氣氛 所以現在的確是不配合的 而淡的方面近期來說 其實就相對地比較多原因 你說還有一些中美貿易的相關因素 在那裡 你預料特朗普都是法蘭為主的 你不會突然間會握手燃窩 所以你講到後市 就算你上上落後方向 我也是建議盡量審診翻跌 所以你去到2萬4樓上 逢高檢設 你現在2萬4樓下的話 相反地就要交配審訊 要摸實一些相關的消息等等 你如果說未來見到指數 跌2萬3千5 跟別人說真的貿易戰的消息 再進一步發考 又或者疫情 真的見到第二波爆發 又或者重啟經濟活動方面 很大的阻滯 這些因素就有機會 令到市況再跌落下去 最擔心的是 發現原來不單只是第一季 第二季 或者未來美國方面 可能第二、第三季 因為整體疫情的影響 原來不是只影響兩、三個月 是影響差不多半年的時間的話 你再向下 試試之前的低位國康性 一向都說不可以抹殺 到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好 講完大市 今天都是炒股不炒市 又有個別的股份 特別是一些科網的企業 升幅比較顯著 跑贏回大市 市跌了百分之一 暫時來說 看到一些方網股都叫做得升 騰訊那些 大家都知道 但最主要 不如個別股份 又說說772 月民 分佈升成一成 最高43.35 就說 接下來會繼續探索免費閱讀模式 騰訊拿去的股份 騰訊分業升不錯 月民現在也有一些新的方向 現在升大約是一成左右 還有沒有再上的空間 高追有建不建議呢 在講越民之前 我發現你會覺得市況 最近是特別在科網股方面 比較奇怪 譬如騰訊 我都不需要說 業績性預言大家都知道 沒有什麼太大挑剔可意 你說這一刻看騰訊破頂 看500萬很有離居 但問題今天隨著市況氣氛不好 跌下來 你都覺得沒辦法 但問題是 你看到以大隻的位置 今天就算美團的升幅都比騰訊 現在市場很喜歡炒這些 好像美團這類型 就是在講增長概念 不理你這一刻點 不理你的基本因素 主要在講 你之後的增長空間 你那個發展動力 你知道畫面 那個圖片可以畫到越厲害 越強勁 資金就會回到嘴 就會提升股積 這個帶動了 為什麼近期來說 就算騰訊是相對比較受惠 但是資金都是寧願去炒美團 所以在同樣的道理 回到越民上 就是講 大家對於未來越民的發展 看得再正面一點 越民近期來說 有些高層變動 變完之後 就說騰訊引入了一些管理層 這個就不是一個最主要 都有關係的 但最主要的分別之處就是 越民未來的發展模式 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以往我們看越民的業績 我們就關注有多少人肯付錢 付費人數 還有實際的變演率 即是說給錢的實際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 俗稱的ABU 就是平均每個月給多少錢 這個就是越民過 最主要的盈利來源 或者是焦點 資源表現真是一般的 所以導致到股價一直以來 都是30元邊這些位置 因為大家會覺得 如果你這樣的盈利增長前景 都是說來來去都是這樣 上下的人數 沒有什麼太大增長的話 30多倍PE 比進來的 但問題是近期來講 越民的股值就向上調整 由3元突破到40元這些水平 現在去到35、6倍PE左右 原因就是大家就是 在越民採取一個新模式 就是之前就是看越民整個模式 就是看多少人肯付錢 去看他的文章等等 然後重現做IP套件等等 現在整個模式就改變了 那騰訊在日本 你直接走回騰訊那一套 就可能會推出一些免費的閱讀計劃 是 你短線是會犧牲的盈利能力的 你要說之前我要給錢看 現在不用給錢看 那我給錢看那一批 當然是先不給 又或者可能有一班 可能本身已經很勉強 去給錢 未來的收入上面會少了 這個當然會上弱的盈利能力 但問題就是這些科網股 就壓回到尾團那邊 先燒錢 然後後面的圖片就可以畫得很漂亮很漂亮 現在未來越聞就好像上市那段時間又說回那套 你現在未來給你一個免費閱讀的平台 多了人流 未來整體閱讀的用戶 可能會大幅增加 那你可能有機會就是 人流收入上面 從平台上少了 但是多人看了 那他旗下的文章小說 變相多了人留意之後 有一個價值 那就是說之前 越聞之前又買了一些電影公司的 那些相關業務上面 那你就有IP 即是說那個知識版權 就變演了 那可能從而說 那個盈利增長會更加之兩外 那所以說著 越聞可能現在 未來看那個前景 跟之前是很不同的 又可能會回到IPO那種看法上面 我就是覺得之後那個IP衝勁又無限大 等等 所以短線的股價走勢的確會是強的 但是同樣道理就是 在近期市況很多都是這樣 純粹猛炒的 你等它升上來之後才跟著去追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風險在那裡 這一刻我覺得 越聞都是有條件看好的 甚至將到股價的目標 你這些股份貪心些 你知道那個圖片畫得很好的話 上回IPO那些價 四十多倍PE 市場都會絕對給你 但是就說值不值得這樣去 高追現在四十二元買 我就真的不建議了 所以相反地 如果看到股價 有機會開始轉定 或者可能調整的話 有機會落到三十八元邊這些位置 才去買 我覺得OK的 那現在開始可以留意這隻股份 但是我就未至於說 值得可以覺得 有信心到這些水平見 大家升完一升之後再高追 這陣子的新經濟股 資金都是炒這一類型的股份 現在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跟著資金的flow 都是找回相關的板塊 還是還是 其實這個板塊都可以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其他板塊 然後再加一些新經濟股 因為始終都升了很多 我想短線方面 都是集中新經濟股為主 我經常都說分散投資 固然是最好 我都未必建議 所有錢集中下去 那些新經濟股身上 但是問題就是 我都明白的 你做分散投資 你特別說又要買騰訊 那些大隻的 你買其他舊經濟股 都不會建議你買一些 細價股等等 在資金實力上 未必說大家做得到 不會說人人都有幾百萬億的資產 去買股票 所以如果迫於無奈下 你手頭上資金相對地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靈活 現在要集中一點 的確說手算 都是以一些科網科技股為主 因為其實這一刻 說未來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整體的宏觀經濟一定是不行的 問題就是有多差 但是在比較疲弱的宏觀經濟環境下 始終新經濟股 有些科網股 特別是科網股 主要集中科網股 脫穎而出 那個抗跌能力 是相對比較強 你看騰訊的首季業績 就看到了 未來說首季業績 美團阿里巴巴這些都會出 你說首季業績上面 當然美團直接受到疫情衝擊 阿里巴巴都是這樣的 其實一定不會說有騰訊的表現那麼好 但是我們相信 業績交功課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就是美團 實際的影響性 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虧損就應該會 但是又未至於長遠 大家看過復甦動力快 阿里巴巴都同樣是 所以其實暫時來說 我想你看看美股也是 雖然你看到美股的指數上面表現相對比較強 甚至納指上面 今年不用跌才試過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只不過是科網科技股做得好 是 你講其他舊經濟股 美股都是一潭四水的 所以你是講 如果在資金上面 不能夠做到很完美的分散風險的話 你始終都是迫著買這些科技股 至於買些什麼 就是很個人的供應 你純粹都是看行業前期 很難說一概二概 你完全沒有頭緒的 當然經常都說ATM 大概大包圍 你小隻的 比如說一些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比如說貓眼娛樂 又或者是同情藝龍這些 我覺得都OK的 近期來說的性勢 如果你說相對近期 多人說比較熱炒 比如美麥這些 大家都習慣 但是始終說 我又覺得你買美麥 不如買回頭上算 所以我覺得 你看看這些 真的很個人取向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沒有概念的話 我們都是永遠建議 可能選一個ATM 這三隻為主 好 科網股都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做很多不同類型的業務 大家都要先做一下功課 你剛才就說到 騰訊份業績 都有家庭觀賞 順手問一下 433元有幾手 坐了兩年多 到假了 回家鄉 但既然是這麼長線 都不再持續了 其實你如果持續了這麼久 沒有理由這些位置走 最壞的時間都被你捱過了 你今次份業績 畫出來的前景 其實都幾樂觀 你未來一些大行關注 就是騰訊能不能夠長期維持 一個這麼活躍的狀況 譬如疫情過了之後 會不會一群人不打機了 然後從而手油收入增進藥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風險因素 但是你說一個正路的understanding 一個正路的分析 就是說 你遊戲始終是有一個吸引力 你這樣玩了之後 是會上癮的 你內地上面暫時都沒有見到 有些明確打壓遊戲 那些限制遊戲時間的政策 進一步出拓 有的了 出了的了 不會再打壓的 所以未來的前景 其實應該不會太過差 相反地被你捱過之後 留意一下 雖然現在都是430多元 你兩年前買都是430多元 但是現在的430多元 騰訊的估值 叫做合理 是5年或者10年來講 大約的平均值來的 就是預測性律計 但是說兩年前 騰訊的430多元 就是一些比較貴 快要破頂 現在雖然就是在破頂 但是那個估值是相對比較貴 現在經常說ATM覺得穩固 原因就是 論估值 它跌都是大約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你又捱過了最壞一段時間 之前為什麼估值大幅向下收跳 原因就是 經常說 擔心很多業務見頂 又受到政策風險限制等等 但是你都見到 這些不明朗因素消除了 那就繼續中長線投資 這些位置 騰訊其實就 下一步 就不止看之前 470多元 你擺久一點的話 以之前講的估值去計算 現在講的平均值 如果你講的未來來 經濟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而騰訊的業務 見到有個穩定性 就好像過往幾年那樣 你看到上一個標準差樓上 就是看到500元這些位置 都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騰訊特別來講 拿了比較久的投資者 我覺得不需要 終於回家鄉了 要考慮走了 相反地就是 你捱了一段最壞的時間 其實騰訊一直以來 長線投資價值都重視在 剛才你講到 如果真的要買一些新經濟股 ATM三隻 如果沒有什麼頭緒的話 但是 我有個問題想問 就是 現在騰訊出了一份業績 表現好的 但估計 今天447元之後 現在回到432元 沒有了十幾元下來 另外 美團現在憧憬染藍 爆了很多上去 但是 大家都覺得可能機會微一點 下一次染藍 佐藉媽媽媽伯阿里巴巴 相對美團和騰訊來講 是比較落後的 如果真的要排序 以前我們經常說 不如9988美團 然後才騰訊 現在你會不會轉一轉 那個方向 真的要買的話 買哪一隻先 其實就不會轉的 因為特別你講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給的建議 不是只看一個月 或者 整體看法都講 大約半年 甚至一年以上 其實我又覺得阿里巴巴 和騰訊的分別 不會說真的很大 但是問題就是 論估值 因為近幾天阿里巴巴 真的比較落後 因為始終騰訊在疫情上面 變成仇惟 阿里巴巴真的在疫情上面 相對比較受慮 但是問題就是 內地已經有個 復工復產概念在 阿里巴巴 一些物流 網上購物 其實在這段疫情上面 都不是說真的 那麼負面影響 只是短線 做不到生意 現在基本上 什麼都會正常化 交完業績之後 有個機會 最落後 所以 如果目光 我經常說 你擺遠一點 你這一刻更加應該 買阿里巴巴 但是 如果你真的 我都明白 有些人買完股票 看看明天的表演點 你看短線走勢 阿里巴巴 5月21日才出業績 在一個禮拜的時間內 可能會繼續落後 可能很辛苦 很辛苦才去到 所以 200元 放到這些位置 到時候 可能騰訊 ADR都見過450元 可能這樣會升得多些 所以 你看回你自己的心態 如果你看到很短線的 你看短線 就要好看消息 你要轉得很快 可能你短線吃了一隻 騰訊 美團線 再吃多一層 相反你就出業績的時候 才換到阿里巴巴 但是這些操作上面 很複雜的 我們可能都會變得很快 所以如果短線上面 經常都說 永遠都是最強勢股 這個我認同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是有些耐性 或者是一些中線 真的是投資者 你純粹看那個商語 即是商業寄語 你說我覺得 阿里巴巴這些位置買 其實直播率 我覺得是更加吸引 因為其實你 overall 參考翻 當然你譬如 看回 在去年的時間 特別在遊戲業務 開始轉叉的時間 阿里巴巴又表現好 過騰訊飯 但是其實你拉一段 很長的期間去看 在內地這十年後的經濟 有好有壞的情況下 其實阿里巴巴和騰訊的股值 大致上都是差不多 所以你說這一刻 追落後的話 真的不是不行的 除非你說的 基本因素 有個明顯變化 是騰訊輸蝕給阿里巴巴 但是 阿里巴巴輸蝕給騰訊 但是我們又看不到這些狀況 實際上 他們最主要的增長動力來源 都是來自新業務 特別阿里巴巴和騰訊 那些很多新業務 概念和性質上都很相似 所以我覺得 你這些位置買阿里巴巴 其實我覺得 可能會變相地更加安全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 很短線的投機者的話 老實說 落後往往有原因 始終阿里巴巴 暫時我們都未見 在出業績前 我們都未見到 有個追落後的誘引 在那裡 但是騰訊高位 回了不少下來 馬上價應該怎麼設定呢 其實說出業績之後 今天這樣升不上 這個很看回市況 是說你自己的看法的 如果你沒有方向的話 你不是說之前 經常提及到市況 那個環區間 2萬3千5 2萬4千5 你反而說市場落到 2萬3千5的時候 看看騰訊什麼價位 才去買 其實你講出現這份業績之後 騰訊應該都不會跌很多 你說430元 樓下分住去買 OK的 有些人會說出業績前 你又說不要買 問題就是出業績之後 我們見到前景已經是一片兩隙 前景相對比較穩定 就變相高追了 你會有個信心在 所以你講 但是問題就是 真的升了很多 你安全起見 起碼都建議分兩煮 你一煮過就沒辦法了 那就43元買 你預算了 可能會先捱一會 但正如剛剛說 你長遠來說 第一個目標 就看回它之前的高位 470多元 但是你說中長線目標的話 你看到譬如說 下年出業績計的話 可能你說現在 你看到科網股 這麼好炒的情況下 你上到500元這些位置 其實真的不是說沒可能的 好 再回答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788 鐵塔前景 怎麼看呢 這隻股份很悶 本身我也有貨 今早已離開了 一來很悶 二來很小 好像沒什麼突破 這隻 我之前問過你 你都說 預算是這樣的 其實你買鐵塔 不要想著突然會升上去 本來想炒你會5G 因為5G 未必會馬上加大5G基站上面 其實鐵塔有一個問題 就是市場發現 就算你怎麼說5G 搞5G都好 5G基站上面 整體的特別是否說機閘 是一個鐵塔數目 未必說真的多很多 留意在5G發展的時候 你看政府廣告也有說的 其實那個重點 焦點都是說 放在失分上面 譬如在交通燈上面 交多點訊號等等 實際上鐵塔數目 未必說會短時間內 有一個大幅增長在 所以你講同樣地 鐵塔的股價 似乎會繼續在過六至過八這些位置 悶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是買鐵塔的話 第一方面 不要想著再好像上年 有一個長升長有 那時候純粹因為上市之後 市場覺得鐵塔之前的股值 真的太過便宜了 所以才去追 去到這一刻這個位置 左右接近50倍勝率 我看真的差不多 市場亦都開始很多 你看到那些大學市 看出來的分數很大 好的是看到2.2左右 差的是過三過四 所以你也在說市場看法 普遍的中間位 所以如果你在說未來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重大消息 可以改變市場的看法的話 你不排除整體現役 都是過七上面這些位置上 賴腳 你現在跌到接近過六的時候 買可能有錢賺 但是很老實講 直播率不會特別吸引 好 如果玩5G不玩鐵塔 還有兩隻股份 763和2342 2342其實有很多股評人 最近都有推 但763 本身你也有提過一個風險因素 就是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昨天美國方面又延長了限制 美國企業採購華為和中興設備 就是禁令一年 所以中興今天都對回 最多想對超過百分之四 現在都是22.6 跌大的百分之三點八 中興本身就說 價錢21、22元其實都吸引 現在落到這些位置 再加上其實可以說 是一個不明浪安數消除 但是始終在中美貿易的風眼位 中興的價值又怎麼看呢 主要是炒回去 其實短線反而是擔心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的風險你不能分析 你不知道特朗普第二天上點 但是你說美國針對華為5G 這個幾乎肯定 問題是不知道去到什麼程度 這方面會很大幅限制股價表現 短線方面當然近期市場焦點 其中淡的一方面就是中美貿易戰 你中美貿易戰之前說到金融戰等等 你說到金融戰 你法治一定就不掉 最近其實都見到 有些直接限制的措施在那裡 但是要留意說 又不肯定地會不會一下子跌下去 你參考以往的 這些都20元以下 通常都是說 除非有什麼制裁 或者有什麼罰款 之前試過的說 又傳他賄賂一些美國官員等等 這些消息在那裡 最終好像都沒有影響這樣 所以股價大了 但是你不知道會不會突然間 又有這些相關的消息在那裡 這些比較內幕的 沒有足夠的 所以你說你買了中興的時候 你一定是一些很進取型的投資者 才買 如果你說又廢了這麼一年多 或者甚至退休人士 買這些股份 真的有很大的風險 如果純粹看那個圖表走勢 因為你說的消息層面 真的沒有得分析 你看那個圖表走勢上面 你25元這些位置 我們也都見到 我們幾次突破不了 你現在這麼多利淡消息 你還要突破這個25元左右 就真的不容易 所以相反地就是 現在還有貨怎麼做 你21元最後方線 你真的不可以跌穿的 你一跌穿的話 可能再試回之前的低位 甚至再對一陣很深的 是有機會 所以我就覺得 你在21元至25元這個區間上面 炒上落 這個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貨在中間位的話 那自己要衡量一下 博不博了 5050的 如果你說真的不想承擔這麼大的風險 那沒有辦法 你逼著這些位置減輸 就當輸少當贏了 如果是中興就有個中美物理戰的擔心 經訊通訊會不會少了這種憂慮 但是又可以炒5G主題呢 其實很少會出現一個情況 如果是中美貿易延伸去華為5G上面 影響了整個5G普通訊策略上面 那你始終是會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說經訊通訊 其實你落到3元這些位置 那個吸引力是更加之大的 我覺得可以去搏 買了的繼續炸主 但是你怎麼都要做好風險管理 始終你說5G的負面因素 最擔心的是中美貿易延伸 那會不會影響 未必說實際有一個重要的影響 但是你可能說 影響市場氣氛 膽快的股值可能向下調整 甚至最終可能就是 原來整個5G普通訊策 有影響的 所以如果經訊通訊買了 我會建議議分2.8 最止撕毀 好啊 這次和Anna都說了很多不同類型的股份 都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投幅股份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啊 謝謝Anna 那麼詳細分享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